親愛的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聽完第一首曲子 可以答應我 今天整場的音樂會 你會全程聽完 不會在中堂休息時間溜走的 請舉手 大家跟我舉手 各位 我們絕對有信心讓你 今天想做一個美好的夜晚 謝謝 還是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在我們彰化縣的原因 是已經開業第22年的 鄭東極眼科診所的負責醫師 就是我 我是鄭東極醫師 然後呢 建國百年的時候 大家 大家紛紛辦很多活動 那時候我大概五十一歲 我想說連過半百了 我是不是用一種 我自己可以做的興趣 來跟社會大眾互動一下 所以就從建國百年到現在 我立下小小的心願 已經推廣了像今天這樣子的音樂會 推廣了十三年 超過三百場以上這樣子的音樂會 那三百場以上的音樂會 都有一個特色 我們說畢也自你名呼 我們今天的音樂會跟一般比在 國際音樂廳或是音樂廳上面的 純粹的演出的音樂會 有一點不太一樣 簡單來講 它的名字叫做 講座祭祭祷靈古典音樂會 意思就是說我希望用這兩個小時之間 這個 尤其是今天這一場 一年多前就已經在策劃 所有的全部都是我精心安排的 我又當導演又當主持又當解說 這一切都是在我的意願之下去進行 我希望這兩個小時不是只有 你聽到一個音樂的美妙的精彩演出 而是經過這兩個小時的課程設計 是的 你可以把它當成大學裡面或在社會裡面的 推廣五點音樂欣賞的一種課程 透過兩個小時你可以更深入了解 五點音樂的精緻跟豐美 開拓你心胸更寬廣的心靈視野 這是我的目的 所以你可以看出從頭到尾都是小 今天所有的音樂裡面 大概只有我一個人全程站著 大家都是作者 連音樂一家都是作者 那我全程站著我已經很習慣了 站了三百多場 一場都要兩個小時以上 什麼意思 我首先在每一首音樂會 一首曲子之前會先 口語解說 第二個階段 最重要是音樂的精彩片段的示範演出 讓你先印象深刻 了解那些音響是怎麼進行的 然後最後當然就是樂曲的完整的演出 那完整演出的時候 我也沒有 也沒有在那邊休息 我站在台上 用我獨特發展的肢體語言 來引導你認識音樂 是怎麼樣再記取的 這樣的話你一定不會分心 也不會睡著 你會覺得說 看著我的肢體表演 看著我所有的動作 你會很專注的去聆聽這一首曲子 那你當你很專注聆聽的時候 一定會獲得很深刻的感動 這是我的用意就是這樣子 那今天我請了四位音樂家 從頭到尾都是他們四位音樂家在台上 就是要推廣我們西洋古典音樂裡面 一個非常精緻的部分叫做 弦樂視從重 這是西洋古典音樂的四內樂的組合之中 比如說你看到國台交來 哇這個上面整個一百多人的樂團 他們只有四位音樂家 但是四位音樂家會發展是非常精緻 很自豐美的一些音樂的品質出來 讓你覺得很感動 那什麼叫做弦樂視從Draw呢 簡單來講就是有四把提琴 有兩把小提琴 分第一小提琴 第二小提琴 兩個分布 再來有一把中提琴 再來一把大提琴 所以我們現在趕快介紹 我們今天邀請來的 超級優秀又熱情的音樂家 從左邊開始介紹起 第一小提琴就是我們的王美芳王老師 他是美國 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的小提琴演奏博士 那第二位是 第二小提琴家是我們的張叔弟張老師 他是美國印第亞納大學的小提琴演奏博士 他是美國印第亞納大學的小提琴演奏博士 來中間這一位是黃文傑黃老師 他是美國新西納提大學的中提琴演奏博士 讓大家比較一下小提琴中提琴的大小是怎麼樣 來比較一下 中提琴比小提琴稍微大一點對不對 那這位大提琴不用說了 業績最大的 這是我們的吳立賢吳老師 美國威斯卡大學的大提琴演奏博士 所以你看很不簡單 都是我們台灣家長辛辛苦苦培養他們 怎麼啦 我告訴各位 在台灣他們在座 我們圓女的很多愛 圓女國小音樂班 大倫國中音樂班有沒有 你從圓女國小 比如說三四三年級開始進入音樂班 四年 然後他們很多讀小名女中音樂班 六年 時代樂器四年 碩士兩年 博士四年 要二十年才有辦法成本這麼優秀的音樂家 謝謝大家 那我常常講說他們都是碩士博士 只有我是博徒而已 我是徒主的人 真的 我是自學的 什麼自學 我有很大的熱情 就是音樂很沒 所以我什麼都是自學的 所以請大家都包含 可是我自學裡面自然奔放出那種 唉呀 那個演不住的熱情 就是人生有熱情 真的也比較不會老 所以我今天開始 我們就趕快進入主題中的主題 今天開始的節目都是非常精彩的 我們中場會有休息 十到四五分鐘的時間 那我們現在開始要走 我們剛剛一首曲子 我說的都沒有講 因為這是一首流行歌曲 舞白啦 康康樂團啦 每年過年的時候 五聲若翔 哪聽得過聲 我會心情地故意我 這是一個簡單的 流行音樂的旋律 經過這樣旋律師從做的Bang 你又看到這麼豐富的音響 跟美妙的情況就會出現 對不對 那現在開始 我會多講一些 大家不要太有壓力 我已經講了三百場以上 我一定會簡單明瞭惡樣 然後深入淺出活潑生動 讓你不會睡著 你如果睡著我就很失敗了 所以現在開始 怎麼要欣賞音樂呢 首先 我覺得有些人講的是很不錯 他說音樂 音樂是流動的建築 那建築反過來就是凌固的音樂 那音樂是流動的建築 這句話很深得我的心 因為我們天空的音樂 其實它都有一個一定的架構在進行 不是音樂隨便亂跳 所以現在只要各位 印象深刻 我尤其入生講給各位聽 你只要記住 英文字母兩個字 第一個字是A 第二個字是B 什麼意思 假設A跟B 代表兩段不一樣的音樂 所以最簡單的音樂 呈現的藝術的形式是 A段先出來 B不一樣稍微填你一下 A又回來 所以叫做A B A三段底 頂多後面還加一個cord 一個小小的結尾 那你會講說為什麼要這樣安排 就A B演完就好了 這我在考 你跟各位考一下說 你看到老和尚年輕的時候 他一開始都是見三是三 那A 在身邊見三不是三 B 憑你一說過去 可是到老的話 還是見三還是三 又回來了 那因為有這樣的心路歷程 他的內心轉折已經經過千三萬十 這個音樂很奇怪 那你從A一直開始聽 聽到最後第二遍的A跟Cord 跟那個結尾聽 好像突然間 在短短幾分鐘之內 會產生很奇妙的化學變成 這是5.7啊 就是音樂的精神 那現在呢 我們上半場會安排兩首 同樣的曲子 什麼意思 你如果到音樂廳去聽 所有的音樂 別動物的交響曲 協奏曲 什麼咒音曲 什麼一大堆的曲子 通常如果有三到四個樂章的曲子之中 你聽到所有音樂鼓勵音樂的第一樂章 第一個樂章 都是所謂的 做名曲式這個內容 那什麼叫做名曲式 簡單你就從APA去想 那可是社會的A比較複雜 它有兩個主題 B不是完全都不一樣的音樂 而是根據這兩個主題去做一個 舉腳萬會變化發展 叫做發展步 所以現在的A叫做程式步 呈現在你面前 我們四個樂章 我就站在這裡讓大家看 你就長這個樣子 程式步 那中間叫做發展步 你看到我們現在也許 靜如如出職 可是等一下我們可能會動如脫兔啊 會有不一樣的面貌出現 這叫發展步 最後怕你發展太劇烈 你已經模糊到你聽不到拉不回來 所以要把你再現步 再一次出現 叫再現步 要讓你回味一下 演繁那個音樂的感覺 最後一個很大的尾聲 結尾 尾聲 這樣就結束了 所以就是這個 作品曲式的精神 只不過 這個程式步通常有兩個主題 有一個對比的主題 好 那現在開始 我講的話 講到這裡都差不多 現在開始要趕快來 如果沒有音樂出來 你講太多 其實一下子也都隔靴搔牙 這我非常了解 所以我們現在要推出莫薩特的音樂 各位 你想到莫薩特 你會想到他的什麼音樂 有沒有 當然 有沒有聽過 這是莫薩特的什麼 土耳其進行曲 再來 一山一山亮晶晶 滿天都是小星星 他的小星星邊奏曲 對不對 再來這首曲 大家從小一定聽過 你如果 我們現在開始聽這首 就是莫薩特的小樂曲的第一樂章 那你都聽過很熟了 可是我如果經過我們這樣詳細的 深入選出的欣賞還有解說 你也許對這首曲子更能夠深入他的精髓 然後更喜歡他 然後對了解他的結構跟音樂鋪成的美 所以一開始 陳師傅的第一組提出來 你看看 而且從現在開始 你要注意我的肢體動作 我的肢體動作 都是跟音樂飛行有關係的 不是隨便亂比的 所以你看我的肢體動作 好現在開始 請他們把第一組提拉出來 請他們把第一組提拉出來 各位什麼意思 你們有沒有看到它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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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上行的 沒有都叫叮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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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麼簡單 這是古典的主義的精神 很均衡的 很平衡的 端莊秀藝的 就是很平均的 就是一個上行 再下來而已 來四位音樂家我們再演出一次 好就這樣讓你很印象深刻對不對 就是第一組提 然後再來音樂的幾個 音樂的美感特徵是很多的 那我只把其中一兩個美感特徵跟大家全掉 首先音樂的美感就是無時無刻 無不在座精彩巧妙的隊伍 剛剛我這麼說好了 那個舉例說明 假設你在家裡有兩個女孩 第一個女孩 哎呦我的大女孩 他從小就長得端莊秀麗 就像剛剛那樣 一把力眼的端莊秀麗 可是他第二組提 二女孩就不是 二女孩長得什麼樣子 來第二組提 好謝謝 有沒有 二女有沒有 東莊秀麗 二女孩是活活俏皮喔 對不對 有沒有 有沒有不一樣 所以他是無時無刻 無不在座精彩巧妙的隊伍 所以我們已經知道第一組提 跟第二組提了 對不對 接下來你看他中間怎麼發展 你印象很深刻喔 因為我舉這個例子 是大家耳熟能詳聽的 最常聽的 接下來發展步的時候 你看喔 一開始他第一組提 稍微一個變形 再來就是第二組提 而且第二組提出現的時候 他同樣一句講了五遍 再舉腳萬鈕和聲 吊性稍微不一樣 所以等一下第二組提出來 我會比一二三四五給大家聽 你知道他五遍裡面的變化都不一樣 這樣都會增加他很多的色彩 所以我們現在看看發展步喔 發展步一剛開始的時候 當然是第一組提 那個上行下行的音階稍微變形 接下來第二組提的時候 我比一二三四五 好來開始這個發展步 來 接下來繼續 好 有沒有辦法體會他 他為什麼他會一直講個五遍 五遍有沒有一樣 不太一樣 這就是音樂的發展 所以從清楚到模糊到不一樣 其實喔 我真的可以喜歡聽 你如果聽得久的話 對於古典音樂中的發展步 你會很吸引他的 有舉家 有萬惠 有變化 有發展 有戲劇性的張力 有如潮水般的澎湃洶湧的感情 有偶偶有風雨中的靈靜 有那種沉思 那種祈禱 那種憧憬 那種幻想 可以把很多行動組 半天區都護為國 好 很精彩喔 好 接下來發展步驟 在線部的第一組提 第二組提 再來 最後 結尾才很棒 各位 每天音樂的結尾 我告訴各位 千萬 要有人很耐心去考 舉家萬惠的結尾 結尾也不是隨隨便便 不是隨隨便便 嘎男老子 也不是隨隨便便 隨隨便便 嘲場結束 更不是隨隨便便 勿環勞善 知道懂意思嗎 結尾是很精彩的 你作文如果選得好的話 各位 有沒有 小時候老師都夸你 哇 你破題很精簡 然後結尾更懂得 首尾互相呼應 讓餘韻無窮 好啦 講到作文了 我要跟大家分享幾秒鐘 我個人從小到大 有一件小小的 小小的快樂的光榮紀錄 我是彰化縣二水國小畢業 彰化縣二水鄉 就是園林社頭田中再來就是二水 民國六十三年 國小畢業 到台中去讀台中市立 味道中學 大家都知道 那時候的味道中學 大家都是中部地區的精英來讀的 同學每個很好 都是高手如影都很厲害 那我很幸運喔 進去裡面的初中一年級 竟然就得到全校全年級的 做比賽的第一名 然後呢 然後齁 沒有這個沒有什麼好多不少 這個就是講過程 我重點沒有在講這個 接下來 學校派我出書中 鄭同姐 你代表學院去參加 台中市的作文比賽 我說好啊 就去參加 去到台中的俱如國中 參加台中市作文比賽 我還記得很清楚 格子裡面的稿子裡面 那時候剛剛用毛筆寫的喔 我寫到最後一格 把它一個驚嘆號 那時候我覺得說 哇 這次可能就對了 欸 格子的最後一格驚嘆號 我自己覺得很美啊 哇 這個結尾怎麼這麼有力啊 剛好最後一個驚嘆號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大概有機會啊 這次覺得不錯 結果發表又得到 全台中市的第一名 好 講這個幹嘛 講這個不重要啦 我要告訴各位 結尾都很美的 有時候你結尾美 你看他的印度裡面寫到最後一個印度 都那麼美 你會會心一下說 哇這個整首的隸數 為什麼喘之久ocre 就是因為連結尾都很美 所以各位看了 他怎麼結尾的 你注意喔 他一個上弦音弦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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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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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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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rk 所以累死了みたい 结尾都是写得非常棒 所以整个礼拜就哇 美好的解决 而不是朝暴结束 我都随便咖啥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完整的天康 完整的天康有六七分钟 各位 我现在的支离语言非常重要 讲了那么多 请各位再给我一分钟就好 我从头到尾 城市部第一主题我比一 城市部第二主题我比二 其实一二主题最后还有一个最小的小结尾 就是他要把这个城市部的乐师 那个结束掉 最小的结尾我说 就这样 你看到我的那个 他一点小的动作叫小结尾 然后通常 请注意哦 这个时候古典时期 当代时期的 座民取士的城市部 他是会反复一次的 所以第一主题第二主题小结尾 马上又变成第一主题 第二主题小结尾 然后最后才在发展 发展步的时候我不用比一 你看到我一直在起打 起打 哇 随着音乐 感受很多 然后工作最大 随着音乐在起乳的时候 就是发展步 可是不满起打 不满要抵抗 什么意思 发展步完之后 再现步的时候 我会马上很精准的比出 一 就是再现步第二主题 再现步第二主题 然后小结尾小退 最后大结尾 我用这样表示 大结尾就要表示 所以你不会觉得说 哎 你不想要再请什么 其实第一乐章 我通常把它比喻成是文章里面的 论说文 就利润很精简的 然后很有口脑的 很有秩序的 很有秩序的 严肃的 可是就算怎么样 目标文 他提变每一个阶段 都在变理不变之中 音乐的另外一个美感 在变理不变之中 慢慢增加他的色彩跟能量 就是这样 所以这样没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 特别要完整演出 那你看到我的自己圆 就是刚刚这样比完 这样你会知道 我比完之后 乐曲就结束了 是不是很合理的一个 音乐就是流动的 建筑的意思 你可以说 主题 清楚的时候 好像说你写 原理演义一听 用楷书写 原理演义一听 等到你发展步的时候 就是用行书 草书写 原理演义一听 这些字这样子 这同样是书法 也是一样 有清除了以后 它的意思 你自己存在如一样的自己出现 这样才会美 这样可以吗 好 以这类掌声 联听这首莫章的小爱曲 这首莫章的小爱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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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爱曲 这首莫章的小爱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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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